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患有听觉障碍 因为合唱比赛的失误 让班上的人产生反感 而上课念课文时声音奇怪 导致他被孤立 每天需要学手语 使得人们对其厌恶 故意让西宫难堪的匠野 因为西宫的道歉 反而让匠野自己难堪 刺痛了他的羞耻心 再加上西宫想和匠野成为朋友 但是表述方式却是手语 是在匠野这个年纪所不理解的 这种无知 曲解 加上自身的羞涩 他选择了用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去掩盖这一切 于是欺凌产生了 接下来影片中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道具 助听器 最早匠野对于助听器的价格 用途 意义都处于半知半觉的状态 通过拔去西宫的助听器 达到让弱者苦恼的效果 进而使周围人发酵 完成欺凌时得到的快感 助听器不仅仅是降野进行欺凌的攻击点 更是一个通道和那本本子一样 是患有弱听的西宫与世界对话 交流 沟通的一个通道 助听器被一次次拔下 本子上也被画满奇怪的图案和不敬的文字 甚至扔到水中 变得破碎不堪 这两个通道被关闭了 西宫的内心世界也被封锁 因此 他不惜蹲入水中 捡回那本本子 这个画面不由得让人心头目的发亮 接下来的一个场景 作者把视野放在课堂上 用西宫的缺席 让我们静静地走入欺凌的本质 在这个情境中 老师把欺凌的头目降野救了出来 然而降野与其他所有人一样 在推卸着自己的责任 难道欺凌仅仅是因为降野的恶意 无知以及曲解引起的吗 可以说并不完全是 因为降野做了一件急错的事 而所有人开始排挤这个被标定为恶人的人 就像是西宫被冠以麻烦者的标签之后一样 降野已从欺凌者变成了被欺凌者 被反感 孤立 厌恶 而造成欺凌现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回到那个西宫身不在场的教室中 台上抓住坏人的老师 犯错的降野 对欺凌者无动于衷的穿井以及职业 那些在西宫苦恼时安安发笑的人 究竟是什么将他们操纵着 捆绑着 而问题的答案 交给古美们来解答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以前 共同代理人の真由澄先生が こんなことを言っていたのを思い出します この社会からいじめをなくしたい この裁判をその第一歩にするのだ 私は嘲笑いました 不可能だと思ったからです 手塞河原先生は和彦君に いじめに立ち向かうべきだったと おっしゃいました 果たして立ち向かえる相手なのでしょうか そもそもいじめの正体とは一体何でしょう 加害者生徒 教師 学校 いえ そのどれもが本質ではありません 正体は もっと恐ろしいものです それは教室だけでなく 職員室にも 会社にも 家庭にも この国のあらゆるところに存在します 我々は常に周りの顔色を伺い 流れに乗ることを強いられる 多数派は常に正義であり 異を唱える者は排除される いじめの正体とは 空気です 特に右から左 左から右へと全員で移動するこの国では 空気という魔物の持つ力は実に強大です この敵の前では 砲ですら無力かもしれません 全てを飲み込み巨大化する恐ろしい怪物 立ち向かうどころか逃げることさえ困難な相手です あるいは藤井先生も いや加害者である青山君たちでさえ この怪物に飲み込まれた犠牲者なのでしょう しかし今回 私は奇跡を見ました 飲み込まれていた者たちが 怪物の腹を切り裂き 完全と立ち上がったのです 和彦君 藤井先生 そして 2年C組34名の生徒たち どれほどの勇気が どれほどの覚悟が必要だったことでしょう しかし彼らは確かに目覚め 自分たちの意思で空気を打ち破った 私は彼らの姿に希望を生み そして自らを恥じました 世界は常に前へ進んでいるのだと気づかされたのです あえて申し上げます この世界から いじめをなくすことはできます この裁判もその第一歩にしましょう 欺凌の真正元凶 是気分 推動気分形成的 是每一个人 不仅仅是弱者 息功消子 気分平等地 把力件指向强者降野 所有人 把对于息功的愧疚和自觉的恶 一股脑地宣泄在降野身上 两人与世界联系的通道 被封闭起来 何してんの 即便是从学校毕业 离开那个环境中 这股气氛 依旧笼罩着他们 像一根若隐若现的针 时不时刺痛两人的人生 甚至在观影的过程中 不少观众对于荧幕中的角色 有一丝丝反感 并不理解 也不喜欢他们的逻辑 好像是一群长不大的人 在互相伤害 但不知不觉 我们都掉入了那种气氛之中 感到压抑 隐忍 咬牙切齿 没完没了的青春 没完没了的破碎 和好 以及转瞬即逝 形同陌路 一阵鼓掠碎的风吹来 花上许多时间 构筑的一切 都直立破碎 电影中 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 是降野和西宫的梦境 梦是现实中欲望的 一种替代性的满足 在梦中 没有杀人的气氛 没有欺凌 也没有西宫 对面的前面 我帮你 踏回过头 身体变成小孩 好像从那一刻起 将也被封锁 再也没有成长 在内疚与自救中挣扎 而这个梦 让两人来到 喂鲤鱼的桥上 直视自己的软弱 直视曾经的过错 将也和西功道歉 不再用想当然的方式 去理解对方 影片结尾 一群人相聚在一起 互相用调侃的语言 也不会刺痛对方 将也邀请所有人 一起去逛文化祭 村上说 我一直以为 人是慢慢变老的 其实不是 人是一瞬间 长大变老的 也就是那一瞬间 将也身边人 脸上的风锁滑落 世界再次变得常亮起来 我是黄阿弥 喜欢我的影评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微信公众号 我会每周给大家分享 有趣的小钟电影和书评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视频下给我留言 并在那里 和我分享 你的电影生命吧 我是黄阿弥 明天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